一個整體的投球的一個狀況 都讓人家演技為之一亮 他才告一個情況下 有辦法讓大家完全勝任的情況下 來壓制日本隊 他想要成功 他從來不會用講 就是默默的做 他不會因為隊友失誤 還是怎麼樣去怪他 他反而會去鼓勵自己的隊伍 其實那個時候長官來 他也非常喜歡愛好自己的選手 我長官是看全世界的球員 他覺得當時16歲還要在整個 應該17歲 整個全世界的同學年齡層 他是最出色 就是不管是在投球能力 或者是未來的這個天花板 他覺得是最出色 那時候他要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他只出來打棋 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當回來之後 就發現就是 為什麼就是手有點問題 然後帶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那時候醫生 判定是他百分之九十九冠定 當癌藥聽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是 就看到癌藥整個就是 眼淚就一直掉 漏到一句話都沒有說 其實也是蠻難過的 因為 畢竟跟我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 聽到這個消息蠻震撼的 然後 他又 他又跟我說 其實他第一次受傷 然後 就沒有開刀 這個情況 這樣子 高中那時 那時的那種 自信心好像就 沒有了 然後感覺 心裡滿 心理上是有很大的一些 應該是說開刀後的一些 陰影可能 高三年的時候 就是很重要的那一年 然後就是突然要 進去接到這個不好的消息 看到他自己在做復健 不論復健還是 自己去加強做一些 這些我都有看到 他就是 除了自己該做的訓練 變滿 然後自己還去做一些 加強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好的 能夠讓他自己進步的地方 遇到這樣的個案 我會覺得 我們也不可能去放棄他 但是我們可能就是 改變其他的做事的方式 可能再透過其他的 像說我們可能就會透過他的經紀人 告訴經紀人說 他的狀況怎麼樣 讓經紀人去跟他對話 事實上你是可以預期說 他本來就可以 達到那樣的水平 當然他可以達到那樣的 那樣的狀況 是替他開心的 但是就是要如何把這個 反反復復的這個 keep住在這個好的這個時間點 拉得更長 其實這就是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你要花很多的心思 就是在這上面 訓練強度也好 最後訓練回復上面也好 其實主要點還是 還是回到 回過團是 還是在這邊 這會比較主動 我認為房哥這個動作 有沒有改變 那因為我們機器都在那邊 所以他可以很隨時的 看他自己丟手的動作 是不是在改變 那我們會用線上的會議 去看他的影片 然後去跟他經紀人 還要我們三個這樣做下來 我把圖畫給他看 你這個時間點 你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希望下次比賽 你要怎麼改進 我們在遠端 他可能在桃園 我們在台中 一樣都可以做一些 訓練上的勾頭 那後來其實也是一直追蹤 就是他開刀的時候 其實當然我們有點疑慮 就是說因為其實 這個對投手來說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刀 所以其實也不太確定 他能不能就是 回來跟以前這樣那麼好 但是 經過2020年 2021年遇見 那後來他在這個 國體大還有桃園城市 乘棒隊出賽 表現非常好 所以又 又重新的讓我們 有再注意他 我老闆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反而是因為阿藥開了這個刀 然後後來還可以很強勢的 回來 球場上 所以他覺得說 在這個心理負責方面 對阿藥的心理層面 是一個蠻大的肯定 就是說 你受了那麼大的傷 然後還可以很順利的回到球場上 所以其實這部分 我們也是很加分的 對於他的心理層面 那還有一點是 他在球場上投球的時候 他的肢體也沒有很多 表情也沒有很多 有點像 我們大家熟悉的 就是王健寧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 這部分我們球隊也蠻喜歡 就是說 他在球場上 是很沉穩的 不管遇到什麼 什麼樣的危機 都是一樣的 表情 所以大概是看上他自己的 一開始去 大家都同 剛好一起簽進去 他可以找幾個 好的 可能一開始 不一定會那麼熟 可是他們一定會慢慢一起 可以找幾個 比較好的 因為他們都是會一起成長 然後以後會一起 都一定是找投手 好的 早已經好 他會帶你 然後又對你好 會帶你出去玩 當你有這些人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在美國 不會那麼孤單的 恭喜你美夢成真 真的很為你感到開心 簽到阿妖那麼好的選手 當然是很幸運 也是一個緣分 因為其實阿妖也是 我進入巨人隊的時候 簽了第一名聖手 就是以業餘成分 簽第一名聖手 所以其實 對他的期值當然是非常非常高 那 其實我們這個 給他的簽約金 在我們今年 巨人隊的國際球員裡面 也是簽三多的 所以 也可以看出 我們球隊對他的 高度重視 那 我覺得他就是 保持平常心 因為他的實力 就在那邊 然後 一步一步按部就辦法 把自己該做是做好的 然後 相信未來一定有機會 可以上大聯儀